上期视频中咱们说了 体验服善加了一个新娱乐模式 大多数英雄的技能都得到了强化 而最近天美又对万象天宫里的 无限乱斗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推出了第七件装备 和两个全新的buff 改当后的无限乱斗更加有趣 下面就让社长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吧 调整一 新增装备 这次新增的装备统一分类为无限之石 而玩家们也多出了第七件装备的装备栏 这个装备栏就是专门佩戴无限之石的 无限之石里面包含了六种宝石 分别是闲者之石 赤热之石 猎手之石 免疫之石 守护之石 和允记之石 这些石头不是给我们提供属性加成 它们会为我们提供强大的主动和被动效果 而它们提供的效果分别是 一 闲者之石 提供的效果相当于处理剑复活甲 二 赤热之石 当你残血的时候受到攻击 会被佩戴者解除控制并精灾移动护盾 三 猎手之石 这是一个专属于打野的宝石 当佩戴者使用寒冰惩戒的时候 会提升50%的移动速度 持续三秒 四 免疫之石 佩戴者需要主动使用宝石 使用后三秒内获得霸体效果 五 守护之石 佩戴者主动使用后会推开周围的敌人 并且降低他们50%的移动速度 持续一秒 六 隐机之石 佩戴者主动使用短暂延迟后 会飞向最大范围内的任意一个区域 这个机制你们可以理解为司马懿的大招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说说新增的buff 调整二 新增buff 新版无限乱斗移除了飞沟和隐身两个buff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全新的buff 一个叫做光之瞬息 另一个叫做月之清新 其中光之瞬息buff存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闪现 并且这个闪现冷却时间只有15秒 另一个月之清新buff存在的时候 我们会获得一个技能叫做新月 使用这个技能后 我们会立刻刷新我们技能冷却时间 而其余的几个老的随机buff 也相应的更改了名字 如视频中所示 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的记住这些buff 带来的增益效果 预计这个全新的无限乱动模式 将会随着S18赛季一同上线 小伙伴们 你们期待吗